根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 夜门青年运动武装分子攻击对象 已经不限于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 因此主要海运业者纷纷宣布 暂缓使用苏伊士运河到鸿海这条航线 改为绕行非洲南部 在横越印度洋亲吻亚洲 除了航运业成本大涨 另一个最受伤的国家要算是埃及 身为苏伊士运河的地主国 如果这条航线被迫停止运作 埃及政府每天的损失多达1300万美元 不过根据苏伊士运河管理单位的观察 情况还没有糟糕到那样的地步 自从11月19号 夜门武装分子劫持商船以来 只有55个航次的船运 改到绕行南非外海 与照常行驶的2100多个航次相比 算是极少数 史涛伯特认为 在海军联合巡逸之下 从苏伊士运河到鸿海的航线 仍旧安全无余 而在西方国家为红海与苏伊士运河 通行商脑筋的同时 俄罗斯伊朗跟印度的经贸战略伙伴关系 就更加凸显 俄罗斯除了利用濒临西伯利亚的北极海 开发所谓北极航道 直接对东亚输出石油跟天然气等物资 也和伊朗与印度结盟 开发所谓的离海路线 也就是结合离海航道与伊朗的港口 把三个国家串联起来 不仅远比苏伊士运河航道更快速 也可以作为回避西方国家制裁的替代方案 各位新闻学家人编译